那我请教佩芬姐姐 这个社会当然 这个今年要面对的是 这个复杂的总统大选 这里头固然有 国民党跟民进党的竞争跟斗争 那各式各样的议题的攻防 然后另外一个核心的战场 是美中的关系 路线的竞争跟两岸的关系 所以夏令人这个时间点 到底要不要回应中国的统一协商 立刻就会变成一个 政治跟统独路线的照耀镜 其实我想对国民党来说 坦白说就是说党势如麻 就是说他顾到一头 不见得顾到另外一头 那夏令人为什么这个时候又去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上一次就是2022要选的时候 他跑去 党内外把他骂到臭头 不只党外 就是连国民党内部也把他骂到臭头 因为说你这个时候跑去干嘛 但是对国民党来说 他除了里面那个提名人选之外 其实他们也认为说 农产品啊 海产品啊什么之类也遇到问题 那还有就是台商三通的问题 他们回来 不是意见也很多 所以我觉得他们就说 那也许夏令人会认为说 他这个时候可以再去 那你说朱立伦来不来得及 顾我觉得党势如麻 我觉得他根本顾不到 那最近还有就是连地方上也开始呛 还不止两岸的问题 他连内部也乱成一滩 比如说那个云林的议长开始呛 虽然说是茶壶 云林的议长说侯友宇在南部没有票 对 我觉得那个是茶壶的风暴 因为事实上这个证明就是说 我打个唱 我认为国民党现在我画面丢给观众朋友 看的这四个人 在南部的票其实都不多 对 所以我说 不过某种程度 民进党的成员 在台北的票也不容易多 这里头有选票的结构 对 但是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个就是茶壶的风暴 然后我觉得还有私人恩怨在里面 虽然说是茶壶风暴 但是证明说 侯友宇距于定于一尊 或者一枝独秀 还有一段路要走 那事实上比如说 郭侯 侯锅之类 根本两个都不可能相让 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云林那个 不要把它看得很严重 因为事实上 它代表的就是韩粉的声音 因为上一次还记不记得 2018年选举的时候 国民党大胜 因为韩国瑜的那个潮流 还记不记得那时候 什么汉子 燕子 秃子 三个合体之下 最后大赢 但是等到韩国瑜 要选总统的时候 汉子 燕子都没有很积极 那汉子根本就是说 很多时候造势场合 它照样开阀 所以对很多韩粉来说 就是说只要侯友谊 我就不去投那一票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 党里面的问题很严重 但是你说朱立伦真的就那么厉害 就有人真的挺吗 不要忘掉 前不久他因为提名 这个县市长的时候 排除掉那几个 桃圆的议长 还有苗栗的议长 所以全台湾的政府议长联谊会 联名说这次绝对不支持朱立伦 所以朱立伦也未必占到便宜 所以刚刚主持人说 那四个人在南部都没票 也不一定南部了 可能全省都有问题 因为那个 所以国民党没有办法定预一尊 对 所以他到现在 没有办法定预一尊 那人家侯友谊虽然说 好像民调声望很高 可是我觉得距离那个 还有真的一大段距离 那夏理言他们的认为就是说 我上次去了 我照样也胜选 2022还赢了民进党 而且十几个县市的胜选率 所以他认为我这个时候去 应该也无差 我觉得不一样 对 就2022是内政的选举 那内政的议题 确实民党有几个选战的战略 事实上是误判错判 而且是一路错错到底 对 就是说这跟打球一样 打球有的时候是别人得分 有的时候是自己失分 民进党比较接近自己失分 然后他失了很多分之后 就反映对现在选票上面 可是这并不表示夏立言是得分 以及夏立言这个议题 在总统大战里头保证是会失分的 主持人讲的百分之百正确 就是说当你这个地方选举的时候 两岸的问题 国际问题不是重要的问题 那事实上 但是当到总统大选的时候 两岸议题国际议题 就是最重要的 就是主要战场 对 所以他那个时候认为说 选完以后 记不记得2022选完以后 他们说抗中保台无效 但是事实上那是地方选举 我们也讲过 地方人选议员 选县市长 我管你什么什么东西 你现在去问美国政治人物 抗中保美有没有效 对 没有效拜登没事在射气球干嘛 对 拜登射完气球 还天天给记者赌麦 公开讲话 公开记者会 今天晚上还要公开演讲 还不只加 抗中保美如果没用 拜登没事做这个功干嘛 还不只他还加码 要对中国更下重手 所以国际问题 在总统大选是很重要 地方选举事实上没那么重要 所以夏立言也许会误判 那你说我刚刚讲党势如麻 朱立伦可能现在根本没有老金 去衡量到底这个国际问题 会对大选有什么问题 因为他现在连这个都摆不平 插户风暴不停的这样闹 然后这些韩粉 事实上你说 城市不足 但是败事绝对有余 我觉得这个才是国民党真正的难题 好我们稍后回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受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